今天下午中国国家男族在香河基地进行了出征东亚杯之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明天国族呢将会启程前往韩国进行卡马桥下课之后的第一次正式比赛 而作为后卡马桥时代的国族新人 国安新星张希哲也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国角之旅 在卡马桥时代国角中显有国安球员的身影 而在这次彻底的推导重建之后 联赛中表现亮眼的国安中场大将张希哲终于得到了国家队的垂青 这是张希哲职业生涯第一次入选中国国家队 可以肯定这是这位国清核心国傲队长职业生涯的又一个里程碑 一个新的环境和一个更高的平台摆在了张希哲的面前 很荣幸能入选国家队 新的国家队毕竟就是为国效力 一定要以国家的荣誉 然后自己一定要有责任心 然后对着起身上的一件衣服 今天下午 代理教练傅伯带领队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分组对抗演练 重点内容是编露下底传中和定位球的战术配合 作为新人 张希哲主要的工作还是补助队里主力队员完成既定的训练计划 在入选国族的初始阶段 年轻的张希哲要做的就是尽快融入这个新集体 当然这需要他自身的努力 同时也离不开老队员的帮助 就是场上交流还比较多 就是大哥们注意那个多的还是提醒 然后告诉我们一些就是细节吧 然后怎么跑位 然后怎么注意那种防守的细节 然后自己的位置 然后提醒了很多 希望也希望向他们多学习 事实上在卡马乔离任之后 国角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的以恒大帮为主 变成了如今的百花齐放 曲波和杜威回归国族 张希哲 吴磊 石科等青年才俊 也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度选国族的 以老代心 让张希哲等新人迅速成长 将是这届国家队征战东亚杯的任务之一 事实上在历届国家队中 像张希哲 石科这样的新人不在少数 经过磨练 一些人逐渐成长为国家队的中间力量 但也有不少昙花一现的例子 从入选到立足是一个长远的问题 当然 年轻的张希哲有的是机会证明自己 而在现阶段 出场比赛或许是更为现实的目标 没有什么具体目标吧 就是希望能上场比赛 明天一早 张希哲将带着上场比赛的愿望 随队前往韩国 开启他的首次国家队之旅 让我们祝希哲好运 体育频道记者河北湘河报道